今天我們要來探訪板橋古城 我們要來繞板橋舊城區古城一周 那我們現在出校門以後 我們就往北門街的方向移動 GO 好現在我們來到北門街 直直往前走就是為北門的方向 小朋友現在可以想像 我們現在站的地方就是城牆附近 左手邊就是舊城區 右手邊就是城外 那這裡白色圍牆部分是黃石市場 那這裡也是黃石裡 那黃石裡的由來是西漢 漢出三節一個謀士張良 號黃石宮 取名而來 好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去找北門吧 現在我們來到北門街的盡頭到中正路這邊 這裡就有一個北門城門的舊址 小朋友可以試著想想看喔 在這裡有一座城門面向北方 這就是板橋北門的開口 北門城舊址 從北門城舊址 往西門街這邊走 大概十公尺 我們就會走到大關宿舍 我們就會走到大關宿舍 大關宿舍 那這也是板橋林家江 當他的妹妹 許沛給台北市的莊姓的舉人 在這裡開辦書舍 教導板橋地區的子女 那另外也讓全張的人都可以來共學 那這裡也是板橋國小當初發源的一個地方大關宿舍 另外這裡還既侍奉著文昌帝君以及孔子 那這裡的孔子是從台北大龍洞 從台北大龍洞分林過來的 好接著我們再繼續往下走吧 順著西門街往前走 我們就可以來到板橋著名的林家花園 那這裡介紹最靠近我們這條路是西門街 那在對面的馬路還有一條右邊 右手邊的那就是原來不是路 原來是公館溝 那因為都市計畫的關係 就把它加蓋蓋上來了 為什麼要介紹公館溝 因為公館溝是板橋城的護城河 現在加蓋看不到 待會我們到前面再來看 Go 好接著往前走 我們就可以來到林家花園的遊客的入口 那林家花園它起始於1847年 那它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庭園的部分 一個是宅底的部分 目前庭園的部分已經捐給新北市政府 那宅底的部分 就比如說我們前面看到的這個山洛大座 那山洛大座目前是林家的祭祀工業在管理 那這個山洛大座前面有一個半月池 這個半月池有風水防盜防火的功能 那這裡就可以看到 那就是林家的山洛大座屬於居住的部分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 好我們現在走在西門街上 西門街走到底就可以碰到 本橋四大股市之一的街雲寺 那這裡這條西門街已經拓寬了 我們線道車的右手邊就是 紅色雙黃線的右手邊就是原來公管溝的位置 它是家蓋上來了 不然本來的西門街是很小的 好接著我們來到板橋四大股市之一的街雲寺 那現在目前看到的這條路 其實右半邊的部分以前也是公管溝 為什麼我們要介紹公管溝呢 因為相傳板橋 好板橋就是當年從南仔溝 所有的人員跟貨物從那邊上岸以後 要跨過公管溝才可以進入板橋城 那據說板橋那個木板橋 跨過公管溝的木板橋就是在這一個附近 就是在我們現在銀幕所造設的附近 好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著名的板橋四大股市之一的街雲寺 那街雲寺的前面就有一個很像在揣摩當年板橋的一個意象的一個裝置一個橋木板橋 好這邊就可以來體會原來當年是要過這個木板橋才可以進到板橋城 好這個街雲寺呢他是四奉著觀世音菩薩 為什麼取名街雲 是因為原來板橋沒有觀世音菩薩 那板橋仍要祭拜觀世音菩薩要到中和 因為板橋這裡是漳州人比較多 所以要到中和大概元通寺 今天元通寺那個地方的慈雲炎去祭拜 那林家就覺得要周車勞頓跑到中和景和元通寺太遠了 於是每年會兩三個月把慈雲炎的觀音給接到板橋這裡來祭拜 方便板橋的居民 後來就有一次慈雲炎的觀音菩薩駐紮在板橋的時候 那台北的泉州人那時候全章蟹鬥 於是就攻入慈雲炎把慈雲炎給毀了 那也非常的幸運 那觀世音菩薩不再中和在板橋 那從此就觀世音菩薩就在板橋林家的建議之下 就在板橋這個地方重新建街雲寺來祭拜 那接雲的意思就是有承接慈雲炎的意思 好接著我們來到西門城門的舊址 這裡是廣前西路 我們把盡頭移到面向西南興橋這邊 大家可以試著想像一下 我們的右手邊是城區 左手邊是城外 這裡有一個城門 那護城河公管溝 這部分在管前西路這邊還看得到 那我們待會我們就去看 就在我們的左手邊護城河 好這裡就是西門 好這邊是管前西路 面向鏡頭的前方就是西門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假設是站在城牆上的話 右手邊就是板橋古城的城區 左邊就是城門外 那城門外的公管溝就是板橋的護城河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舊的遺跡 我們現在來往下走 好因為經過整治了 這個就是公管溝沒有加蓋的遺跡 也就是當初板橋的護城河 它是從土城一直流過來的 好接著我們來到南門的城門的舊址 那這裡是管前西路跟南門街的交叉口 前面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就是南門街 好這邊就有一個城門 那主要就是通往土城的一個要道 好我們現在就在南門街上 南門街就是當年俗稱的返橋街 返橋街也是返橋最熱鬧的街 那也有喜餅街之稱 因為這邊賣喜餅的業者非常多 好我們再往前走 好我們現在來到南門街 浮中路 東門街的交叉口 這裡就是當初東城門的位置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另外在浮中路這邊也有 板橋四大股市之一的慈惠宮 那慈惠宮就是祭拜的天上聖母 媽祖娘娘 好這邊是板橋慈惠宮 慈惠宮也是板橋林家出資所籌建的 那這裡的媽祖是從魅州相傳 是有大陸來台的和尚親自帶過來 魅州媽祖的分身 那慈惠宮前面的龍柱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由我們板橋國小的優良孝友全台首富郭台銘所捐贈 這裡看得到 東城門就職 現在繞過來 我們前面的這個地方就是文化路 五中路 那在左手邊 麥當勞與日耀本鋪 那邊就是東門街 那東門應該就是文化路 五中路這附近大概就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東城門 那東門街 早期是大安郡 那大安郡也流經了板橋國小 他是從浦城頂浦那邊流過來的 也是早年板橋農業發展很重要的一個水郡 東城門 好很快的走二十公尺 我們就到了小東門的遺址 那小東門的位置應該是在北門街文化路 與這個停車場的這個中間的部分 這邊就開了一個小東門 那小朋友現在還是可以試著想像 我們的左手邊就是板橋城內 右手邊就是城外 好那我們就結束了今天板橋城門古城的探訪導覽 拜拜